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有竞争力 有本事大声说话 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身价5.7亿美金 从白手起家到成为亿万富翁 郭台铭传奇故事 是从板朝的慈惠宫崛起 住在这里 适合住在这里 住在这里 住在这庙后边 郭台铭他当初他这个房子在这边 这边以前这个慈惠宫原来这边没有 现在是改为一个叫财神殿 那这边有一个通道就直接走出来 那他上下去就要从这个门一直 从这个路径这样一直出来 走到这个马路上面 郭台铭的老家平房 以前是警察宿舍 改建之后 现在是供奉牵手观音的原通殿 以前他就是在这里生活起居 不管是上学或者是回家 一定都会经过马祖神像 邻居们都说 郭台铭是因为受到神明庇佑 才为事业兴旺 难道真的是这样吗 这个地方的这个点 它可能是一个好的风水的对的点 郑宏是风水汇集时长跟气场的地方 那才会造就郭董他本身 一开始的事业的一个 白手成家的一个 最大的运动力跟技术的力量 慈惠宫孕孕出台湾首富 被认为是风水极佳之地 郭台铭成为一万富翁 似乎是因为睡了个好位置 在冥冥之中注定了他制服的一生 是不是穿着附会 我们不得而知 庙宇里面只要香火鼎盛 信众多 这个庙当然是旺 所以关国还明明 对对对对 有这样的一个牵连的关系 造就一万富翁 归咎于祖措风水好地理家 顶兴未家位于彰化的老家 夜市风水专家眼中的发财地 顶兴集团发迹 邻居们都说是祖先有保佑 而这处在威家古厕旁 树重围绕的地方 就是邻居们口中的蝙蝠穴 将在古厕外围 浚沟环抱 有引入柴水之意 风水极佳 才能让他们从小小的 食用油工厂起家 一路称霸到大陆泡面市场 欺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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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说东西好到外面 不说东西那里 这里整个现在康斯 整个包裹到这边 全部都买下来 但外传魏家四兄弟 希望风水好还要更好 前前后后炸下十亿元 买地整件一万坪的祖厕园区 也打算把神主牌 放在新盖的祖庙园区里 这个地方土地变大 腹地变大了之后 它的名堂开阔 视野开阔了之后 的确从整个外环境来看的话 是有助于神主牌位的 后代子孙 就是鼎心兄弟 他们未来的事业前途 国际的一个瞭望的发展 3 2 1 7 真的是神明有帮忙 2009年12月 康师傅TDR回台挂牌 魏家四兄弟从大陆红回台湾 之后更入主101 再次赢得媒体早点 在风水上对一个人的 运气的一个星跟半 它会有大概25%的力量跟空间 所以你如果是当初发源地 或是所谓的Kigge 那个地方的风水 如果是好风水的话 是可以助长当下 他所居住的这个人 可能在人生的因素上 跟发展上 会有大概是25%的 推波助人的力量 风水布局得当 真的能让富人更加富有 贵人更加得贵吗 不管是否真有其事 但企业家们 笃信风水带财之说 大兴土木 拯救祖坟古厕 就是希望神明显灵 除了努力再给点硬气 能够在世界上 悲黄腾达 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是 我们的这个郭董 他以前住的地方 然后现在改建变成一个庙了 所以有人说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让他的运气变得还不错 孝晨哥是这样吗 这是一种说法 当一个人发迹的时候 你什么地方都变地利能企 就是这样的吗 然后前面本来是一条水沟 你都说那是一个清明的小河 后面是一个小丘陵 就跟你讲后面有靠背 后面这样可以依附着你 我们现在看的话 就是所有的大企业家 他们的祖处跟祖坟 每个都地利能洁的那个地方 还有每次的时候 一听说哪里是哪个大企业的 那个祖处 都很想去沾一下 去坐一下也好 但如果是祖坟的话 我通常不会去 因为的话到时候 耍到的话会很惨 对那今天跟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刚刚看到了这个 我们的郭董嘛 对不对 然后也看到了这个鼎心的卫家 然后这个卫家 这个新闻当中说 这个卫家他们的祖厕 那边有这个蝙蝠穴 还真的去拍蝙蝠 那真的 我们的记者跑去旁边说 那个旁边那个猪 猪饼嫁说 那真的有蝙蝠在那 传你来看 真的看就有 其实孝晨哥 刚刚真的讲到一个事实 就是说好像什么 什么名人啊 或者说富贵之人 住的都有什么穴 像刚刚我们在讲到王家 他的是残除穴 就是明健这样讲 那王长庚 就是王永健的爸爸 大家又讲是麒麟穴 对 那卫家大家讲的就是蝙蝠穴 对 那其实他们 刚刚我们在画面中看到 那看起来 感觉上住起来会很舒服的 那个祖厕 就是所谓的陈美堂 对 他们之前花了五亿 去修建的时候 因为当时 他那个祖厕已经被列为古迹了 那政府说 那我出钱 跟你 帮你们一起修建 他说 你不要来破坏我们的风水 当然他没有明讲 可是大家明眼都知道 就是说他宁可自己去请国宝级的工匠来那种 就是不要让人家觉得就是说你去破坏到他的风水 那当时其实这个事情他们在修 就是说他们光中药族要去修那个时候我们也曾经去访问过 那曾经其实新闻圈的人都知道就是说曾经有 大家记者就访问到好像他们邻居的一个阿伯 那个阿伯就说 其实在十几年前就有看到有一个穿堂装的 留着白胡须的老公 然后经过他们的那个 经过他们的那个那个主措 就说这间这家人 如果跟卖跟水有关系的一定会大转 就果不其然 就后来他卖泡面 大家都说那个是要用开水去灌的 所以说大家就觉得就是说 好像好像真的真的真有歧视 那那个阿伯到底是谁 白胡须徒弟公 我想我想大概只有詹老师知道吧 是是是 我们这种凡夫鼠子大概不知道 通常这种故事通常都是那种看来 什么伟人看来的鱼有没有 往上移有没有 有人什么小孩带到水缸去把他打破 可是我好好奇那个蝙蝠穴 那个蝙蝠其实看起来觉得有点恐怖啊 对不对 为什么还是就是谐音 就是福 福气的福 是 中国人说五福临门嘛 那本身就取这个谐音是无可厚非的 是 那如果是蛇穴的话 你住在那边龙蛇混杂 与蛇同住 那这后可能后续就是获言子孙 所以什么穴不一定都好 对呀 那如果你跟蜀穴住在一起的话 张头蜀木 家中进出蜀类 这样清楚吗 这都是有个很多的渊源在里面的 那很多的有钱人 他说好还要更好 那他们本身在看这个风水洋宅 看这个阴寨的时候 都有个盲点 都请他们的助理去找 助理不会找民事 会找到自己交情好的 中间就有很多的东西在谈了 是太太来找的话 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 比较属于互加持的 重点在于说 你刚刚说到破坏 阴宅阳宅的破坏 分主动破坏跟被动破坏 因为环境的变迁 风吹雨打是被动的破坏 有的是无法抗拒的破坏 譬如说地震 对 因为地震之后 整个山形都产生了变化 整个水流产生变化 这就是无法抗拒的 这时候就是开始 风水大搬风的开始 另一个就是火烧林 本来这个地方是陵木茂盛的 烧完之后变成荒山一片 这时候风水也改变了 其实就是人为的 我们之前知道 圆山的风水不是很好吗 对 后来盖了这个新生高架桥 跟圆山之后 像两把剑一样 啪 它是圆山 它是圆山 对 它是圆山 整个就是 开场破坏 所以可能本来它那个地方 还不错的 对 那么就把这个龙脉切断了 因为这个车水马龙 这个的车道 就像一把剑一样的 那么 水马路也是啊 斩龙头 斩龙腰 斩龙手 当然是 所以这个情况之下 有主动被动的 我们身为这个市井小民 就是把自己的主屯周遭的环境 花草树木 墓碑 砖瓦 一扫一石一木 顾好为原则 真的 孝晨哥 那个时候 九二一大地震的时候 据说那个时候 在中部地区 很多地方 其实也是都被破坏嘛 对 甚至有些是有大走山 那种情况 对 像那时候有一个 我记得有一个地主 他本来他的一个 那个所有的山坡地 是在那个 好像是在南投 那个地方 一震出去 就到了嘉义去 他也在昏倒 对 他说我到底 我现在目前 我的地基治疗 要不要重化 对 要不要重化呢 就是这个问题 所以其实像地震过后 如果说真的你的祖坟 可能这个山是有点改变 还是建议签嘛 對不對 先修好 祖坟的内部 再做大调整 这一定要注意到 是这样子 那所以呢 这个建议哥 你这个我们看到 我我我听了 听了就有两位大师讲之后 我只觉得 我不是大师 以后我碰到 我碰到蝙蝠 我应该把他抓起来 羊才对 这样行吗 有的人是用笔墨 画的 画的 或是雕刻的 框花 可是我建议一下不要养 因为我养过 养不过 蝙蝠耶 没办法养 你要注意的是 建国北路 你训证哥加强 看我听过吗 蝙蝠不要乱养 对不对 那两碗都比较高 真的吗 我之前家里头蝙蝠飞进来 不知道为什么 表示你有福气 那大有福气啊 可能会死掉啦 福气就留在那里 对 那我们就接不下去了 对 你能不能不要叫后面内郡啊 对